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节应收款项管理 先来看应收账款的产生原因以及管理方法 那么应收账款的产生原因是两个方面 首先就是源于商业竞争 什么意思呢 为了应对商业竞争 企业会把奢销作为一种促销手段 而大家知道奢销就会产生应收账款 那为什么说奢销是种促销手段呢 不难理解 企业的应收账款对于顾客来讲什么呢 是顾客的应付账款 而应付账款的属性 咱前面讲过经营性流动负债 不断寄起滚动存在 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长期性的资金来源 而且如果不涉及现金折扣 或者不放弃现金折扣 咱后不会讲应付账款 还是没有成本的 这就意味着给顾客提供商业信用 那就是给顾客提供这个社交待遇怎么样呢 就相难是在给顾客提供货物同时 也给他提供了这种商业信用筹资 对吧 但是只要是促销都是有代价的 奢销也不例外 因此必须要进行这种成本效益的权衡 值得不值得 好明确 企业是否应当实施应收账款的奢销 需要在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 所增加的盈利 和该政策所带来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好 那什么是信用政策 以及信用政策所带来的盈利跟成本怎么衡量 我们后边会逐一来介绍 这个观念先明确下来 好 这是应收账款产生的第一方面原因 第二方面原因呢 就是销售跟收款的时间差距 那它也会产生应收账款 而不难理解销售和收款的时间差距 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它显然不属于商业信用 并非是企业的这种主动行为 也不是企业的这种促销手段 那它也不是我们讨论范围之列 我们后边讲到的这个应收账款管理 应该指的是什么呢 商业信用管理 就是对设销产生的账款来进行管理 好 我们再来看应收账款的管理方法 两个方面 首先是应收账款回收情况的监督 这大家简单了解就行了 你知道通过编制账领费表来进行就可以了 再来就是制定恰当的收账政策 首先明确什么是收账政策 是企业对各种不同过期账款的催收方式 包括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呢叫做收账费用 好 注意关键词过期 换句话说 收账政策只是针对过期账款 来说的 仍处在信用期内的应收账款 它不是用收账政策 所以说收账政策 大家不能简单的从字面 把它就理解成为是收回应收账款的政策 不能那么去理解 不确切 应该是什么呢 催收过期账款的政策 这才叫收账政策 那既然收账政策是有代价的 马上想到 那也得做成本效益的权衡 那也就是制定收账政策 就需要在这个代价 也就是收账费用 和因此减少的坏账损失 当然也能减少应收账款 这样子的基础成本 需要在这二者之间的做出权衡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信用政策分析 先把握住信用政策的构成 所谓信用政策 其实就是对社销产生的应收账款 进行管理的政策 那么它应该是包括这么三方面的要素 信用标准 信用期间 以及现金折扣政策 好 我们分别来讨论一下 首先信用标准 所谓信用标准 是指顾客获得企业的交易信用 所应当具备的条件 或者说资格 大家知道 给顾客提供商业信用 允许他们先把东西拿走 然后再给钱 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事 万一他不给钱的对吧 所以说企业不可能无条件的 给每一位顾客都提供 社销的这种优惠 那么什么样的顾客 才能享受到社销待遇呢 那必须是符合信用标准的顾客 所以说信用标准 它就是顾客获得信用 应当具备条件 并且企业在设定 某一顾客的信用标准时 也就是判断某一顾客 是否符合自己的信用标准 往往呢 要先评估这个顾客赖账的可能性 对吧 那怎么评估呢 借助于5C系统来进行 那什么叫5C系统呢 是考察顾客这五个方面的要素 而这五个方面要素 在英文当中都是以字母C开头 所以说叫做5C系统 好我们来看看是哪五个C 首先品质指的就是顾客的信誉 说白就是顾客履行常债义务的可能性 应当说在5C系统当中 品质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一个顾客的品质有问题 好了 后边四个你不用看了 这个顾客一定得拒之门吧 接下来能力 什么能力呢 顾客的常债能力 尤其是短期常债能力 因为企业的应收账款 不就是顾客的应付账款吗 应付账款是流动负债 而大家知道 偿还流动负债能力 是短期常债能力 那怎么考察短期常债能力呢 大家记得看流动性 在这里呢就是 考察顾客流动资产的数量质量 以及与流动负债的比例 好接下来是资本 代表顾客的财务实力和财务状况 表明顾客可能常债的背景 以及抵押 这个好理解 顾客拒付款项 或无力支付款项时 被用作抵押的资产 通常呢 是由那些不明底细 或者是信用状况 有争议的顾客 最后就是条件 条件呢 其实是环境因素 指的是 可能影响顾客付款能力的 经济环境 要考察条件影响 出于谨慎性的这种考虑 应当了解顾客 在过去困难时期的付款历史 看他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顾客在困难时期 付款都没什么问题 那这个顾客信誉还是相当强的 好 我们再来看信用期间 什么是信用期间呢 是指企业允许顾客 从购货到付款之间的时间 或者说是企业给予顾客的付款期间 换句话讲就是允许顾客延期付款的最长时间 那这个信用期间 长一些还是短一些呢 应当讲是适中的 那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信用标准 也是这个概念 信用政策的每一个要素 大家都得把握住一个适度的原则 比如说我们谈到那个信用标准 信用标准当然不能太宽松 什么样的顾客我们都给他提供设销 那他不给钱怎么办 那个坏账损失我们受不了 但如果信用标准太严格了 把顾客都吓跑了对吧 又会阻碍我们的销售 所以说信用标准得适度 那信用期间呢 同样得适度 比如延长信用期 有好处 相当于什么呢 奢销的这种促销力度 更大了 给顾客更大优惠 因为允许顾客更晚时间付款 所以说能够刺激销售增加 产生有利影响 但后边通过公示 你会看到信用期延长 就将导致应收账款的平均收限期延长 而平均收限期延长将会导致 应收账款余额 继续资金占余额增加 最终是谁呀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再增加 以及收账期延长 有可能什么呢 带来坏账损失增加 时间能冲淡一切 也包括应收账款 那么企业为了避免增加坏账损失 对于那些预期的应用账款 他就得想方设法去把他催回来 不就是得用收账政策吗 那还得花钱 收账费用也会增长 所以说延长信用期既有好的一面 使销售增加 既有使盈利增加 但是也有他不利的一面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收账费用 跟坏账损失呢 也会增加 那到底应当 不应当延长 还得做成本效益分析 好 我们来看现金折扣政策 所谓的现金折扣 注意它的属性 是为吸引顾客 为享受优惠 注意关键词 而提前付款 而对顾客在商品价格上 所做的扣减 注意现金折扣 是为了加速收回应收账款 给顾客提供的价格折扣优惠 不同于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 比如说数量折扣 是买的多给顾客打折 但现金折扣是什么呢 是顾客付款早能打折 再有这个现金折扣 连通我们前面讲到 那个信用期间 通常呢 都是用符号来表示的 这个符号大家必须认识 比如看这例子 2-10逗号N-30 什么意思 这个2指的是 2%的现金折扣率 这个10指的是 10天的折扣期 这个N N指的是把款付清的意思 后边这个30指的是什么呢 30天的信用期间 好 连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自销售成立之期 10天内付款 能够享受原价2%的现金折扣 超过10天付款 就不能享受折扣了 但是最晚的付款时间是什么呢 是30天 付款最后期限为30天 此时付款呢 没优惠 好 我们再来看现金折扣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 当然就是加速收款 对吧 缩短且的平均收款期 继而呢 能够减少应收账款的余额 占用资金 以及机会成本 再有 显然 加速收款 会使得这个应收账款的什么 坏账成本了 像收账费用等等 这些管理成本呢 也会得以接约 当然 为此呢 也要付出代价 少收钱了嘛 少收的钱就是 现金折扣成本 所以说 同样需要进行 成本效益权衡 以及 现金折扣呢 也能招揽那些 是折扣 为减价出售的顾客 前来购货 借此呢 扩大销售量 好 接下来 我们重点讨论 信用政策的决策方法 其实就是进行 成本效益分析 而这个信用政策的决策分析 以前年度 是经常考主观题的 所以说这个计算 大家必须要把握住 其实并不难 一共就三步工作 第一步 是计算 改变信用政策 所增加的收益 怎么算呢 就是增加的编辑贡献 减去增加的固定成本 其中编辑贡献 就是销售收入 扣除变动成本 结果来自于 本量力分析的知识 第二步 也是信用政策分析的 核心步骤 就是判断改变 信用政策 增加的成本 当然 这里的成本 专指什么呢 奢销的成本 或者说应收账款的成本 有时也叫做 信用成本 主要呢 是这么几大方面 首先 是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有时也叫做 应收账款 占用资金的应激利息 注意它怎么算 这个公式有些复杂 但可以说是考试考的最频繁的东西 基本公式 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 应当是应收账款的债用资金 再乘上一个资本成本率 好 注意一个重要的细节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跟我们前面讲到的 现金机会成本 可不一样 现金机会成本 好办 就是用现金的平均余额 乘上机会成本率 就可以了 但大家看公式 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可并不直接用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来算 它是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 作为计算技术的 占用资金 乘以这个资本成本 那这个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 又怎么来呢 应当是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注意乘上变动成本率的结果 这个公式呢 同时也告诉我们 应收账款占用资金 跟这个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之间的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应收账款的机会成本 得按照占用资金算 而不是按照平均余额算 以及平均余额跟占用资金之间 为什么会存在一个 变动成本率的关系 好 在这里先明确 什么是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 应当把它理解成为是企业 为了获取 奢销款项 或者说为了获取这个 应收账款 而垫付的资金 它可不是 尚未收回的款项 换句话说 不是那个应收账款余额本身 那么企业为获取 奢销款项 垫付的资金 怎么确定呢 通常呢 就是应收账款余额当中的 这个变动成本部分 也就决定了 它得按照应收账款的余额 乘以变动成本率 来确定 好 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假设M公司 它只经销一种商品 而且很简单的业务 就是批发进来 零售出去 好 每件商品的售价是10块钱 每件商品的进价呢 是8块钱 假设我们不再考虑 其他的成本费用 那当然玩意想到 每件商品的进价8块钱 不就相当是 单位变动成本了吗 M公司卖一件商品 8块成本 两件商品不就16吗 好 那这8块钱 既然是单位变动成本 那它处于这个10块钱单价 我们就能得到 M公司的变动成本率呢 应当是80% 对吧 好 现在假设M公司 给某位顾客 奢销了100家商品 相应的呢 也就从该顾客那里呢 获得了1000块钱的 应收账款 对吧 100家 乘以售价每家10元 那接下来考虑 M公司怎么才能够获得这1000块钱的应收账款呢 很清楚 M公司得先把这100家商品给顾客交了货 才能够获得这1000块钱应收账款 这笔债权吧 而M公司要给顾客交这100家货 怎么办 他得先按照每件8块钱 也就是说他得先垫付800块钱 把这个货进来 再给这个顾客交货 才能够 获得这1000块钱应收账款 对吧 这个业务的逻辑 大家应该不难理解 那说到这就很清楚了 M公司 M公司他的这1000块钱应收账款 是M公司垫付800块钱获得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1000块钱应收账款 注意他占用M公司资金 并非是这1000块钱的应收账款 余国本身应该是其中的变动成本部分 这800块钱 对吧 怎么叫变动成本部分呢 不难发现这800块钱进货的垫付资金 刚好就是这1000块钱的应收账款余额 乘以这80%的变动成本率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再确定一下 这个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他又应当怎么确定 好 先不忙看公事 我们先举个模型化例子 让大家体会这个重要的观念 好 在这里我们假设某公司刚刚开张 他没有应收账款的期出余额 接下来我们假设该公司的全部销售业务 都是奢销 并且我们先假设不存在坏账 是因为我们在确定应收账款击溃成本的时候呢 不用考虑坏账 坏账是单独考虑的另外一项应收账款成本 再有为了简化几件 我们假设该公司的平均收限期只有三天 意思就是第一天产生的应收账款 三天后第四天就能拿到先进 以及最重要的假设 最重要假设可以说是决定这个公式成立的基本假设 销售是均匀发生的 每天一边多 好 我们假设该公司每天都会发生一万块钱的销售收入 而且都是设项 好 大家考虑 现在该公司第一天开张 发生了比如说一万块钱的设项额 在这里我们有忽视要什么这个增值税 那不考虑税费 那第一天该公司实现了一万块钱的设项额 那就产生了一万块钱应收账款的借方发生额 接着别忘了 该公司每天的销售额是一边多的 那第二天还是发生一万元的销售额 产生一万元的应收账款 第三天还是 但第四天不一样了 第四天 当天会有一万元的设销收入 相应的会有一万块钱应收账款的借方发生额 但同时 第一天的一万块钱就收回来了吧 因为收账期是三天嘛 第一天的应收账款一万 到第四天就拿回现金了 好 第五天不难理解 跟第四天的情况是一样的 第五天也是当天有一万的设销额 相应的有一万元的应收账款的借方发生额 同时第二天的一万块钱收回来了 好 接下来 以此类岁 之后的每一天不都是这样吗 都是当天发生一万的设销额 同时收回一万块钱的应收账款 换句话讲 从第四天开始 之后的每一天 应收账款 这个账户都是借方和贷方 等额有一万元的发生额 当然 假设前提不能变 尤其是什么呢 这个 销售收入必须是均匀发生的 并且收账期呢 就这三天 而且没坏账 好 那由此大家不难理解 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 该公司的应收账款预额 将会稳定在三万元的水平上了吧 好 那这三万元怎么来的呢 不就相难是 每天的 设销额 一万块钱 再乘以三天的平均收限期的结果吧 好 这就是大家看到的 应收账款 平均余额的基本计算公式 日销售额 乘以平均收限期 接着 由于我们假设 销售额是均匀发生的 所以说 这个日销售额 就相难是年销售额 除以全年的天数 假设是三百六天 好 接下来 再做一个简单的公式变形 年销售额 除以三百六 乘以平均收限期 大家把它变形成为什么呢 把这个乘以平均收限期呢 变形成为是分母 除以平均收限期的形式 那就变成了 年销售额 除以什么呢 分母是三百六十 除以平均收限期 而说到平均收限期 相信大家已经想到了 不就是应收账款的周转期 或者说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吗 好 那三百六十天 除以应收账款的周转期 是什么呀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好 我们又得到了 计算应收账款平均余额的另外一种公式 好 那咱整理一下 计算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可以说是有两种 最 主要的算法 一个是年销售额除以三百六 乘以平均收限期 再一个呢 就是用年销售额除以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好 在这里呢 还需要大家注意两个细节 首先 考试做题的时候 注意审情题 如果题目给出了奢销比例了 那大家千万记住 你就得按照年奢销额 去计算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以及相应的基础成本 就不能按照全部的销售收入来计算 因为毕竟只有奢销才会产生应收账款 如果题目没有明确奢销比例到底是多少 那你就直接用销售来算 再就这个平均收限期 怎么确定 如果提供现金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 平均收限期呢 往往是各种收限期的一个加权平均数 好 我们举个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怎么按照加权平均方式来计算这个平均收限期 好 假设某公司给顾客开出的信用条件呢 是 10天内付款享受2%的现金折扣 30天内呢 应当付清全款 好 我们假设有80%的客户不是按人头算 按照销售来算 享受 现金折扣 什么意思啊 享受现金折扣 你就得在折扣期满 第10天付款 那就意味着收限期为10天的货款怎么样呢 就占了8成吧 好 我们假设剩下的这两成货款 他们会在信用期满 第30天付款 这不就意味着收限期为30天的货款呢 是占了两成 那看到这 大家已经能想到怎么去加权平均了 对吧 两种收限期 一个10天 一个30天 对吧 分别称下二者各自的比重 一个80% 一个20% 对吧 好 这个加权平均结果 叫做平均收限期 14天 这种计算 大家必须得会 好 我们归纳一下 怎么计算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 或者说机构成本 公式连起来 可以说是四项连成 第一项 年夏二十国出去306 就相当于是日销售额 乘以第二项 平均收限期 得到就是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再乘以第三项 变动成本率 得到的是应收账款的占用资金 再乘上最后一项资本成本 得到的就是应收账款的应激利息 或者说机构成本 当然我们也能够用年销售额 出以应收账款周转率 来计算这个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再乘变动成本率 再乘以这个资本成本 也可以 好 接下来是计算存货的应激利息 比如说我们改变信用政策 将会使销售规模扩大 那也会带动什么呢 存货平均余额也会上升 那继而呢 我们得考虑增加存货 所增加的这个应激利息的问题 那么存货的应激利息 或者说机构成本比较好算 可以用平均存货量 乘以每件存货的变动生产成本 得到什么呢 就相当是一个存货的平均余额 注意存货的平均余额 它就能代表存货的平均资金占用了 好 你在乘上资本成本率 得到就是存货的应激利息 或者机构成本 那接下来如果在细致分析的话 大家还能想到增加存货 往往呢 也会引起这个应付账款增加 要比如说我增加原材料的采购 而且是奢购方式获得的 那么我增加存货同时 会增加应付账款 而应付账款别忘了 它是资金来源 经营性的资金来源 对吧 那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节约营运资金 减少资金占用 那么减少资金占用 也就意味着它会减少这个应激利息 减少营运资金的应激利息 好 那应付账款节约的利息怎么算呢 通常呢可以按照平均应付账款预额 乘上资本成本率来得到 再往呢就要考虑这个坏账损失和收账费用 这个简单 往往呢就是题目的已知资料 比如说题目会告诉你 坏账损失或者收账费用 它相当是年销售额的一定百分比 最后 如果给顾客提供现金折扣 那还得考虑现金折扣成本 也好算 就是用年销售额 当然严格来讲的是奢销额乘以这个享受现金折扣的 顾客比例 再乘上那个现金折扣率就可以了 如果提供多档现金折扣 那就分别计算 然后加总 第三步 就是用增加的收益 减去增加成本 得到改变信用政策后 增加的税前损益 注意关键词 税前损益 换句话说 我们进行应收账款的信用政策分析 它是一种税前的分析 那如果增加的税前损益大于零 那当然就应该改变信用政策 反之呢 不应该改变信用政策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准备变更信用政策 准备选用缩短信用期 或者提供现金折扣 两项措施之一 那下列关于这两项措施 相同影响的说法中 正确的用哪些 选项A 均增加应收账款 好 咱将考虑 缩短信用期 往往会导致什么呢 减少应收账款吧 比如你从公式来看 缩短信用期 就会缩短这个平均收限期 而平均设限期缩短了 就会导致什么呢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就变少了吧 所以说它会导致这个 应收账款呢 减少 再有提供现金折扣 加速收款啊 也同样会导致 应收账款的这个平均余额呢 会变少 那所以说 无论是缩短信用期 还是提供现金折扣 都不可能导致这个应收账款增加 排除掉 B 均减少收账费用 这个明显是成立的 缩短信用期 什么意思啊 不允许顾客太晚去付款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就能够减少什么呢 催收过期账款的这些费用 而提供现金折扣 也是鼓励顾呢 加速付款 对吧 同样呢 可以减少 催收过期账款的收账费用 C 均增加销售收入 那明显不对 缩短信用期 等于是信用政策 更加苛刻严格了 对吧 好 那它会阻碍销售 不会增加销售收入 当然 提供现金折扣 它有这么一个功能 招揽那些 是折扣为减价出售的顾客呢 钱来购货 借此能够扩大 销售收入 提供现金折扣 有可能增加销售收入 但速短信用期不可能 C 排除 好 AC都被我们排除了 那正确选项 只能是B和D吧 D 均减少换账损失 明显跟选项B是 一个意思 对吧 不都是 加速收款吗 减少换账损失 也能减少收账费用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B和D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计算题 完整体会一下 应收账款的性账的分析 应当怎么操作 好 看资料 ABC公司是一个商业企业 现行性账策呢 是40天付清全款 不提供现金折扣 奢销额 平均占销售额75% 其部分呢 是立即复现购买 目前 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是45天 假设一年是360天 那迅速换算一下 一年360天 除以这个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也就等于是那个平均 收限期45天 可以得到 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呢 应当是8次 而且这个周转天数 以及我们换算出来的 这个周转次数 是根据奢销额 和应收账款的期末余额 来计算的 而且我们默认 我们接下来 其他的这些 跟周转有关的指标 也都是按照这个 相关资产的期末余额来算 总经理今年1月提出 将信用政策改为 30天付款 可以享受2.5%的现金折扣 70天内付清全款 预计改变形成的之后 总的销售额 能够增加20% 奢销比例呢 会提高到90% 其余部分呢 还是立即付现购买 预计享受奢销的顾客当中 30% 这按照销售额来计算 会在30天内付款 这句话 告诉我们两方面信息 首先大家注意到 这30天 就是这个 折扣期 30天 所以 有30%的货款 在 第三天内 支付 也就意味着 将有 30%的 奢销额 注意是享受 奢销顾客吗 将有30%的 奢销额 它会获得 2.5%的 现金折扣 由此 我们就能够计算 这个 现金 折扣成本 对吧 改变 信用政策之后的 奢销额 乘以30% 再乘这2.5% 这就能确定 现金 折扣成本 告诉我们 另外一方面 信息是什么呢 收涨期 为30天的货款 占了 30% 它就是我们计算 平均 收限期的 依据 对吧 好 接着 50% 能在 信用期内 付款 信用期不就70吗 告诉我们 还有 50%的货款 它的 收涨期呢 是 70天 另外的 20% 平均在 80天内付款 那就说 剩下的 20%的货款 它的收涨期呢 是 80天 好 这个 加签平均 就出来了吧 我们就能够 计算出来 改变 信用政策之后 平均 收涨期 应当是 打算应该是 60天 再有 改变信用政策 预计不会影响 存货周转率 和变动成本率 变动成本率 是多少呢 目前是 70% 那 怎么叫做 不会影响 存货周转率呢 在这里 存货周转率 我们仍然假设 是根据存货的 期末余额 来计算 好 那 改变信用政策 不影响 存货周转率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当 销售收入 增加 20%之后 这个存货的余额 也得等比例 提高20% 其结果 销售收入 除以存货余额 得到那个存货转率 它才能够保持不变 那其实就意味着 存货余额与收入 同比增长 接着 工资 由目前的 每年200万元 增加到 注意 审清题 不是增加 380万元 是增加到 380万元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工资 当然属于像固定成本了 这个固定成本 是增加了 180万元 除工资以外的 营业费用 管理费用 目前每年的是 300万元 预计不会因为 信用政策的改变而变化 那显然 它就不需要考虑吧 对吧 角色无关 再由 给出了 上年末的 资产负债表 大家 关注两个项目 一个是 应收账款 一个是 存货 有什么用呢 比如 我们现在谈到 目前的 应收账款的 周转次数是 8次 怎么来的呢 奢销额 出以这个 应收账款的 期末余额的结果 那反过来 我们用 应收账款 期末余额 这450万 乘以这个 周转次数 8次 你就能够 反推出来 公司 公司在改变 信用政策之前 所能获得的 奢销额了吧 不就是 3600万吗 而且我们还知道 这3600万的 奢销额 在销售当中呢 是占了 75%的比重 那你还能够 反推出来 改变 信用政策之前的 销售收入 一共是多少 那3600 除以75% 应该是4800万 接着 改变政策之后 总销售收入 增加20% 那改变政策之后的 总销售收入 是多少 也能算了 奢销比例 增加到90% 那就说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 那个奢销是多少 也同样能算 这是需要你 关注一个数字 有用 对吧 这样就是存货 560万 他干什么用呢 看这里 改变信用政策 预计不会影响 存货收入率 那就意味着 销售收入与存货预额 是同比增长的 对吧 好 那销售额 但下面说了 增长20% 那就意味着 这个存货 也得在560万的基础上呢 增长20% 增长多少呢 增长112万 好 增加的这112万元的 存货预额 大家马上想到 就等于是存货资金债额 增加了112万 继而你得考虑 存货 占用资金的 应计利息增加额 就是用这112万去算 好 看听名要求 假设 该向投资 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这就是计算 那个应收账款 跟存货 机构成本的 那个资本成本率 8.997% 好 要求判断 公司是否应当 改变信用政策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先计算一下 改变信用政策 前后的销售收入 与奢销收入 关键数据呢 我们下面其实已经 确定下来了 比如 目前的应收账款 周转率是8次 继而呢 我们确定 目前的奢销收入 就是应收账款的余额 450万 乘以周转率8次 是3600万 而目前的奢销额 占销售收入的75% 所以说3600万 出于75% 得到目前的销售收入呢 是4800万元 接下来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销售收入呢 是增长20% 4800万元 乘上一加20% 是5760万元 而这5760万元当中 根据题目资料 90%是奢销收入 所以计算出来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奢销收入 5760乘以90% 应当是5184万元 好 接下来 我们做这个信用政策分析的第一步 计算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收益增加额 就是用这个边际 贡献的增加额 减去这个固定成本的增加额 固定成本增加额 咱前面已经算过了 其实就是那个工资增加 从200增加到380 增加了180万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计算 边际贡献增加额 怎么算呢 就是用增加的销售收入 乘以那个边际贡献率 边际贡献率好吧 题目给出了 变动成本率是70% 那边际贡献率 当然就是它的互补数 30% 那增加多少销售额呢 那下面算了 原来的销售额是4800万 改变信用政之后呢 增长了20% 那不就是增长了960万吧 4800万乘以20% 或者是用改变政策之后的销售额 5760 减去改变政策之前的4800 应当是960万 注意 这两个销售额 都应当是含奢销在内的 全部的销售额 好 计算出来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收益增加额呢 是108万元 好 接下来我们计算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应激利息的增加额 注意两个方面 一个是应收账款应激利息增加 一个是存货应激利息增加 好 我们一项一项来算 首先我们先来看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应收账款 债务资金会增加多少 好 先确定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这个应收账款的平均收账期 咱下面算完了 60天对吧 加权平均的结果 好 接下来我们计算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 应收账款 债务资金的增加额 怎么算呢 就是用这个 应收账款余额的 增加额 乘以这个 变动成本率70% 好 改变信用政策之前的 应收账款预额 咱下面有 是来自那个资产负债表的数据 450万 那么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 应收账款预额是多少呢 比如我们用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 日奢销额 注意啊 得用日奢销额来算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奢销比例了 好 再乘以这个平均收限期 前面算了 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 年设销额是 5184万 除以360天 得到的是日设销额 再乘以这个平均收限期 60天 得到就是改变信用政策之后的 应收账款的平均预额 再减去变动之前的 应收账款的平均预额 就用这个期末预额抵抵挡 得到就是预额的增加额 乘以70%的变动成本率 得到的是 应收账款 债用资金增加了 289.8万元 好 我们再计算一下 存货 占用资金 也就是那个存货余额的增加额 在下面分析了 改变信用政策 不影响存货中转率 意味着存货余额 与销售收入 是同比增长的 增长多少呢 20% 在下面算了 是增加了 112万元 好 接下来 我们用应收账款 债用资金增加额 加上存货 债用资金增加额 二者合计 再乘上这个资本成本率 8.997% 得到应激利息增加呢 是36万元 好 接下来 我们再计算改变 信用证之后 现金之后成本的增加额 根据资料 以及我们下面的计算结果 改变信用证之后 奢销额呢 是5184万元 其中的30% 享受现金折扣 在30天的付款 对吧 享受的现金折扣率呢 应当是2.5% 所以说5184万元 乘30% 乘2.5% 得到就是改变 信用证之后的 现金折扣成本 原先的是 没有现金折扣的 减零 好 得到现金折扣成本 增加额呢 是38.88万元 好 最后一步 我们计算改变信用证之后的 税前损益增加额 用收益增加额 108万元 减去这两项 应收账款成本增加额 一个是 应收账款跟存货的 机会成本增加额 一个是这个 现金折扣成本增加额 计算得出 税前损益是增加了 33.12万元 所以说 应当改变信用证策 速度 Después 载回转讀 请 blind1 撞进4万元 3万元 4万元 5万元 5万元 1万元 2万元 3万元 3万元